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啊5月30号哦 呃 月尾了了啊 明天31号就月尾了 可能月尾之后啊 通常月尾可能market会有 会可能改方向了 所以要小心一点啊 要小心观察了啊 so 啊 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 说今天银行很多银行有报告出来的啊 也一般般啊 也不是太好了 除了阿斌啊 还有今天油啊 今天油价大涨了啊 今天油价那个ban oil起到120了哦 所以那个 有今天啊 那个油股有一点波动了啊 我们再去看看哦 记得要开户口 cgsmb啊 ok cgsmb啊 那个那个连接 那个填了那个表格先 连接在下面 这个视频上面 或者在facebook也有啊 记得哦 我只是讲一个交易平台罢了啊 就是cgsmb啊 我 如果有谁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照片 来叫你参与什么 什么参与 什么啊 投资集团的投资群啊 什么啊 还有啊 其他平台的那些 不是我来的啊 我只是讲一个平台罢了啊 一个交易平台罢了 就是cgsmb i trade了啊 ok 啊 记得点击点赞分享啊 跟我炸炸那个like他啊 跟我炸炸那个like他啊 啊 跟我分享给你的朋友啊 你同事啊 还有记得留言啊 有什么好料 记得留言留言啊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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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喝咖啡就去 coffee.com啊 ok coffee.com tradingweeks啊 so等一下 ok 我们看一看每个生命 请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首先看看国际 啊 马股 马股掉了一点啊 3.74点啊 0.242% 1543 所以叫1543 新加坡上了0.259% 香港上了2.061% 韩国上了1.198% 日本上了2.195% 啊 泰国上了0.95亿 菲律宾上了1.430 中国FTSC上了0.92亿 中国SSE上了0.60亿 中国SSE上了0.60亿 中国SSE上了1.043 澳洲上了0.1 啊 sorry1.447% 印尼上了0.161% 纽西兰上了0.726% 俄罗斯掉了0.508% 印度上了1.886% 所以亚洲大不错了 全部反弹都不错啊 除了马来西亚还是跌啊 今天呢奇怪啊 呃 呃 呃 所以今天如果马来西亚今天明天不上去 看来他没有机会他应该不能反弹啊 应该还要还要下了啊 ok so看这两天比较重要 ok so马来西亚跌啊 大部分都是上啊 呃 呃 亚亚洲啊 so啊看一看这个啊 欧洲 欧洲 FTSC英国 还有上 呃 1.0.138 德国有上0.75 欧洲有小反弹 看美国 美国有小反 美国有反弹啊 星期五 Dowjoon上了1.764 MASD上了1.779 S&P上了2.474 Nestate上了3.325 所以Nestate大反弹啊 Nestate大反弹啊 呃 ok 美国大反弹 看下 呃 呃 这个 大宗商品啊 Group Palm Oil 上了0.67 六千七百 六千九百七十九 OK 还不错 Band Oil去到120了啦 记得啊 硅油啊 硅油要来了啦 Crewed Oil 原油还没有上啦 原油还有上 还没有到120 115啦 所以那天我讲U 应该还会上啊 所以现在就上给你看啊 金也上了1.161 银也上了1.22 22 22.09 OK 看看这个KLCI KLCI KLCI今天是红蜡烛 下跌一点哦 下跌一点哦 暂时还没有跌破这个底 暂时还ok啦 1540 如果他跌破1540呢 啊 他继续要跌 如果明天他站不稳 跌破1540 看来他要继续下了啦 这个就是我要 我想要了 跌到月底也好 如果他明天 集团来推他上去 有突破这条 突破这条下跌通道 可能他会有一个短期上升啊 这条下跌通道 他跌破这个 突破这个下跌通道 也许有一个短期上升啊 ok 暂时还看不到方向今天啊 还没有说 星期一啦 通常星期二 方向星期二是比较 啊什么啦 比较可靠啦 ok 啊 ok 看看菩萨 啊 星期四十五 上升股市一二 下跌股市九七 三 三 三点零五四个billion 嗯 还ok啦 for 星期一交易量啦 but啊 星期不是很好啊 跌了三点七十八千 所以在一五四三 所以今天早盘一开一开盘 是一直在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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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卖到十二点啊 啊 集团就好了啊 啊这个散户都是在卖了啊 so中午 刚刚好说二点到十二点半哦 应该有一个有有有集团进来买进哦 so啊 啊 午餐过后还是平平啦 有买有卖有买有卖 收盘的时候有有有一下子放一点股啦 so跌下来一点啦 so今天差不多是上平平啦 差不多是平啦 有有一点跌了 啊 不是很严重啊 啊 看一看这个 板块消费掉了0.8%消费今天跌哦 如果明天还在跌呢消费就可能要跌了 so KLCI看来根据要跌了啊 ok 啊 啊 我觉得啊 它跌比较好玩啊 啊 啊 Industry工业上了0.17% 建筑上了0.68% 啊 科技点有反弹啊 因为美国反弹啊 1.61% 金融 掉了0.26% 房产上了0.17% 种植 掉了0.84% RID上了0.34% 能源也上了1.95%了啊 因为那个啊 那个油价开始起啊 啊 手套 吐水啊0.54%继续跌 电讯掉了0.25% 种植掉了0.21% 啊 掉了0.29% 水电电液上了啊 so 看一看科技啊 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也不是大反弹啊 有没有什么大的蜡烛 看来啊 看来 它也没有跌啊 看来它是慢慢的上了啊 然后它RSI没有突破50% 也许突破50%之后 可以撕下老一点啦 如果你敢的话 就好像我讲啦 长期投资就不要啦 如果你敢的话你亏了很多钱 你这次也许这次可以是 这次比较真看来啦 看来比较有希望啦 因为美国有反弹啦 看来这次有希望可以老一点啦 把老一点爽不了啦 不要进去塞浪啦 你以为不要报仇啦 股票输了钱不要报仇啦 你越报仇就越惨啦 好像那个手套这样啦 亏了我要 有反弹我就大大的买进 赚回我以前的钱 玩一点点 赚回一点点也许可以啦 你输也输不多啦 可以帮助你少亏少一点 你想赚回你以前这样子 这边跌下来 跌到来这边的钱你想这样子 一个小反弹就赚了 没有这样容易啦 啊 所以啊 这个呢未必他会反弹 看来现在呢 越看越看情况呢 看到美国财政部他们的 他们的发展呢 应该他们不会这样凶 这样积极去去拱那个利息啦 现在啦 看来还有美国呢 看来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通货膨胀好像开始有 受到 受到啊什么了 受到控制了 所以也许这个会真的会有一个反弹 这个可能真的有一点机会 比较高 这个比较高 把阿雷萨还没有突破五色 突破五色比较好 啊 能源 速能源今天啊 一个那个辣椒不错啦 蛮强下啦 啊 他突破这个 这个差不多是个三角形啦 所以他突破一个小三角形 看来能源应该有机会小反弹啦 塞浪就不要啦 玩玩下 啊 啊 啊 玩玩一点咖啡钱可以啦 所以今天 今天很圆啦 啊 今天动力股很圆一定有了啊 PATRON也是有我们看一看 MSC讲了 GREATEC看一看 BORNIA看一看 GENETEC看一看 HONG LIONG BANG TOOFU看一看 啊 BADINI看一看啊 OK So 早盘 早盘我有 post一点啊 早盘我有post一点就是这个 早盘我有做这个外汇啊 华语版跟英文版我都有做哦 这个就讲 有讲美国指数比较讲到比较清楚啊 你要看美国指数 你要看这个 啊 So 早盘我有讲这个啊 这个能源板开始冲上来 因为这个油开始涨啊 啊 早盘没有什么强啊 早盘只是油 啊 这个油板板块比较强 So 这个油有没有 你有没有机会继续上 看他今天站得稳没有 站得稳突破这个三角形 他能守在这个三角形啊 这个PATRON跟很远啊 很远 他能站稳在这个三角形上面 应该有机会啊 也请我喝咖啡就去coffee.com 啊 别忘记 trading with ks.coffee.com 啊 看看新闻啊 今天很多银行报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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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se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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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 因为他赚大钱 一直在冲了 也不要追了 阿雷萨也没有撞更高峰 可能这个是通到顶了 到通到顶我们不要追 虽然是赚大钱 也是他已经炒了 好像我讲了 在通到顶你看新闻出来 你要开图看一看 图已经表现 表示给你看 他已经在通到顶了 然后证明什么已经炒了 已经炒了 还没有炒他是在通到底 炒了 看通到有这些好处 CJ CJ CJ他要 扩展他的生意 扩展他的这个 生意 他要 Invest 投资 投资 350个M 去扩展他的生意 要扩展他的这个 Wayhouse Wayhouse 所以他要扩展他的 藏户 所以他会 花一点钱 然后他的报告出来也不错 他的报告出来 第几个季度 也赚多了 十三个Million 从7个Million去到13 然后197个Million 从162去到197个Million 他的这个收入 所以他生意也是不错 看一看这个CJ CJ 他的表现这样美 他也没有跌 他一直在高高在上 所以这个暂时没有机会买 他高高在上 所以他还是 还是正在 通道 通道没有下来通道底 他跌回通道底再讲 现在他不上不下 不好玩 现在 Hong L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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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Tax Holder 利润 Profit after tax 和一些 interest 和一些 interest 和一些 interest 跌了19% 比意料跌了19% 所以HPMD不好 看看HPMD HPMD一直在跌 HPMD是不要玩 HPMD不能玩 已经跌破通道了 开始下跌趋势了 这个是5291 5291 So这个谁 Hong Le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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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也给551 米 你要上去窗口也不大 它不是很好 没有窗口玩 around 上个星期是卖 外资是卖 83M BAT BAT 它的第一个季度 的收入的净利比意料跌了 跌了17% 52.29个million 从63.11 63到52 收入也有566个million 去到521 这个只是给Affin 只是给whole core 10块7毛 你知道 现在马来西亚我们国家 政府要一直要ban 禁止抽烟 你是做烟的生意的 你也不要投资成功 不要投资头痛 不要投资问题 政府已经开始慢慢的 做越来越多政策来 控制这个抽烟 不是去 鼓励抽烟 如果政府出来叫鼓励抽烟 我们就快快就去买这个抽烟的股 现在政府要阻止抽烟 所以最好不要玩 不是讲他没有机会 最好不要玩 现在一直在跌 今天有大跌 OK Balini Balini 9个月的这个报告 比意料还够好 所以他的 给upperform罢了 不是讲 也没有给buycore 3.8块 这个谁 可能 upperform就是 但是他比market还好 Balini Balini 炒完了 所以 炒了一轮 现在一个大跌 就冲回上去 这个我不敢玩了 跟你讲 这个逃命波 逃了先 是我不敢玩了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大 这样大的动作呢 证明在超重了 所以他什么都是 都能发生的 所以有 有集团 或者有某个 某些人在超重 啊 XY 这个XY 这个是这个 啊 啊 多妹旗下的公司啊 好像多妹集团里面的 一个其中一个公司哦 所以他要上市啊 啊 啊 6月23号啦 623 啊 31.26 million 啊 上市IPO Ace Market 啊 这个呢 也许我们看一下 多妹啦 看下多妹对他 有什么东西哦 有什么反应啊 多妹也没有东西啦 没有反弹什么 还是花着跌啦 so 多妹等他反弹才 可能去捞他啦 等他或者跌到更便宜 买一点收取也OK啦 啊 他一飞飞到太快 他要飞 他一飞你要追 分分钟追不到啊 这些狗 太波动了 啊 他便宜也许你可以 持好一点啊 but 记得要有止损 跌破止损都要逃 啊 便宜也是好 便宜也 被逼他不会再跌了啊 啊 OK Hong Lian Bank 第三个季度上了一点啊 他的利润 啊 他的净利啊 so 啊 不是太过啊 不是他的 现在这个年中 这个报告啊 这个银行报告 啊 不是太好了 全部了啊 上一次报告 比较好 上了1.73% 罢了 771 780个million 啊 啊 收入跌了2.8% 啊 1.39 去到1.35个million 啊 so不是这么好啦 Hong Lian Bank 啊 他已经慢慢的滑坐上 还能上 也许到了这个目标 也许我觉得他会挑上来 再 然后他也许会再 再冲上来这些目标 啊 是我 我要等他挑上来 银行全部等他挑上来 啊 银行最好全部等他挑上来 啊 还有 很多新闻哦 越尾啦 越尾很多新闻啊 哦 Betronas Chemical Betronas Chemical 这个谁呢 MIDF 还要给他拜托11块3 啊 因为他 他真的生意太好了 啊 啊 我们看一下Betronas Chemical 啊 还要给他拜托啊 啊 这样高了啊 哦 哦 还要给他啊 11块9毛3 MIDF 对吗 MInvest MInvest 哦 MIDF就给11块9毛3 MIDF 所以这就给 MInvest就给 11块3 哦 MInvest就给11块3 看来他还能充啦 我觉得也许他会跌了先啊 最好他跌了先啊 没有 没有窗口完啊 这样高追进去不是很好啦 哦 这样高追进去不是很好啦 如果他还要充 他充破10.23可以晚一点啊 晚一点 有10多巴仙啊 充上去也有10多巴仙啊 充上去也有10多巴仙啊 可以 可以试啊 他突破10.23 他应该没有什么会跌了 那个大跌 那个 大丢狗 那里集团已经丢了 他还不跌了啊 还要 那两人还在买了 呵呵 EcoWave EcoWave 他想这个takeover啊 这个takeover是 呃 接管 这个RTS link啊 RTS link啊 RTS link啊 RAPID TRANSIT 啊 link啦 的project啦 的项目啦 看看啊 这个 啊 啊 啊 EcoWave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 哦 新闻出来有没有什么东西 OK 各位 财势 慢慢的在通道调整 哦 通道调整 他跌来通到底再反弹 再采看啊 但是没有什么 啊 这个政府啊 这个财政部可能会救这个Sapura 啊 Sapura 可能有的救了啊 啊 所以看看 也许Sapura 看看哦 哪里有可能 哪里有 哪里知道有可能 突然间他回生哦 大反弹哦 哦 所以这个暂时看就先了 所以你要玩Sapura 你看这个 0.90 0.09 九仙 他突破九仙 可能他要来了 可能他有的救了 有人救他 他可能要来了 OK Public Bank Public Bank 净率啊 也跌了啦 Public Bank也跌了啦 so that's why 我们等他跌了 银行啊 跌了先 跌到低低我们再买 跌了8.6%啊 净率啊 从啊 1.53去1.4个Billion 跌一点不是很多啦 他的收入也跌了5.03去到0.89 2.8% ok so 看看这个Public Bank 啊 OK Bublic Bank开始 开始要谈也不是很强哦 呃 等等看啊 我觉得他要跌了 等他等 等他跌了 全部啊 全部这些 银行股最好等他跌了 真的啊 Hong Leong Financial Group Hong Leong FG Hong Leong FG 还过跌到还没有跌 flat罢了 平平罢了啊 他上次是577.27 这次也是577.48好一点点 把他的收入跌了1.58去到1.5个Billion啊 4.48%啊 也也这个是平平罢了啦 Hong Leong FG Hong Leong FG Hong Leong FG1082啊 他是平平 看来这个也是在通到顶了啦 也是要套利了啦 也是套利了 如果你上次在这边 从我开始讲了 开始追追到这边 你套利一半啊 套利了 等他再跌下来 通道底再追过 通道底再追过 Hong Leong Capital Hong Leong Capital就跌了 他第三个季度 啊 掉了啊 19个Million 啊 从40%掉到19个Million啊 他的经历 他的收入也跌了啊 啊 73个Million 从101%掉到73个Million啊 ok so这个就不好了 Hong Leong Capital Hong Leong Capital Hong Leong Capital一直在滑车下了 这个就不要玩了啦 早早 这就就不要玩了啦 Hong Leong Capital 这个是5274啊 ok RHP RHP也跌了啦 RHP他的经历跌了600个Million 从651年前啊 啊 啊 第一个季度 然后他的收入也跌了一点 16%啊 从跌到2.86了 so 全部银行 暂时他的报告不好 不好就给他跌啊 给他跌啊 跌到低低 跌到低低 我买进 啊 他不上我们也不亏了 现在还是高了啊 高高你买 你买进可能他会跌了 哦 所以现在一个check口下来 他也创到这个5.9 他也创不破 多几天他创不破 他又要下了 如果他多几天他创破 可能他还要上了 看来RSI给他创50 你看 创50调下来了 看来 大 大 啊 看来我觉得他要跌比较多 OSK第一个 啊 第一个季度 第一个季度净利掉了26% 啊 116去到86个million 啊 收入也掉了324去到306掉了5% 5.69% 啊 OSK OSK 开始滑足下了啦 OSK 开始 开始冲上去一个check口滑足下 暂时 RSI在50下面 暂时我看他还要还要去 TDM赚钱了啊 TDM第一个季度 上一年他是亏钱4.2个million 今年他赚了9.71个million 因为那种油价钱高了啊 还有还有那个印尼啊 跟我们啊 给一点机会我们啊 他停止出口那个油哦 所以102去到啊 他的收入也102去到143个million啊 还不错啦 看看TDM啊 看看TDM TDM我看应该双顶做了 应该不能了啦 我看啊 不要玩了啦 应该要跌了 Melako 拿到一个这个waste to energy waste to energy 垃圾发电 他拿到这个垃圾发电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项目啦 呃 他没有讲多少钱啊 but 这边有讲Side Park的叻 这样的项目是300个million 然后还有一个叻 就是啊 280个million 大概大概 应该是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Mel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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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5264啊 他还是下跌趋势啊 要support 有什么好机会 必须突破0.67 啊 才是啊 有充力啊 ok 我们看看几个能源股啊 ok 早上我有讲这个横圆 横圆 横圆还是中座上 他这个蜡猪是很强的啊 这个蜡猪没有尾巴 看来他明天还要去了啊 这个也许啊 现在记得啦 现在全部东西已经很高了啦 现在玩是玩一些咖啡钱 罢了啦 不要去骰浪啦 骰浪 我们等它跌到便宜便宜 或者 RSI突破了先啊 RSI RSI突破 那个啊 大局 KLCI有突破 我们才进了啊 so这样再晚一点 ok啦 Hibiscus Hibiscus就没有什么东西做了 Hilami啊 还没有方向 看看这个 Batron Batron 3042 这个呢就没有这样强 然后他的这个 有尾巴 他这个蜡猪上面有尾巴 所以他不是这样强 很远比较强啦 But看来也许他还是 因为他有突破这个三流星啦 看来他还是会脏一点啦 But你们看油啦 油这两天他没有跌 还是ok 如果油这两天大跌 就很难啦 因为他们ban 那个俄罗斯油 ban不成功啦 那个欧洲那边啊 如果 如果ban的成功呢 啊 如果他真的成功ban 俄罗斯油呢 我看啊他们不敢ban 他一ban掉根老师油呢 分分钟我们要给 要 要 那个油去到130 140 就有可能了啊 so 现在已经去到120了啦 ban all已经去到120了啦 so如果他再ban呢 哇完蛋了啊 全部能 坐飞机给双倍价钱啊 也许有这个可能性了啊 ok 还有其他动力股 还有几个 我们看看 啊 所以 GREE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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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来啊 看看这个科技 科技 科技这次 我觉得这次真的 比较凶啦 这次啦 BREETEC 不能GREETEC 还是一个 啊 KELAMI 妈妈带孩子 啊 so他 他要突破上面才 才可以再上 现在这个不能追 GREETEC 也许可以追一点 慢慢的上 我觉得他有啦 有一个小窗口啦 投资 我是不会投资啦 你要逃跑 或者你讲 哦 我要去赚回一点 然后输了钱 要赚回一点 这次我看觉得 我觉得 这次的希望 机会高一点 RX也突破50了 有一个小反弹 有一个小反弹 我觉得这个 ok 有一个小反弹 我会看那个大局啦 看那个大局 大局 继续上我们 也许 这次 这次有希望 因为这次 暂时我们听到 美国是消息 是一直有好消息来 就是 他们的那个 财政部 没有很凶的 一直讲 要推这个 要推那个 推那个 国家利息 要增加国家利息 或者他很快又要起 所以他现在 他慢慢的压下来了 他就没有降熊 要讲一纸 要积极的讲一纸 要推那个利息 还有 在美国很多公司 开始出来报告 也蛮不错啦 所以 有一个 反弹的希望啦 还有你看美国 NASDAQ DOW JONES 啊 啊 S&P全部做了 双敌 突破了他的颈线 有一个机会啦 暂时这个比较 看来比较美啦 投资 我是不会投资 还是下跌趋 啊 大局 RSI突破50 可能可以试试啊 等我们等大局先啊 大局突破50 大局还没有突破50 呃 还有 所以 3Coin 今天3Coin 有一点 动力哦 3Coin 哇 3Coin 3Coin 看来还要起哦 这个玩一点点 OK 试一下啦 没有窗口没有啦 窗口太小了 窗口太小了 这个 玩一点点追一下 爽 追一下玩一下 可能他还能出破上去 还能冲上去 也许有可能啦 啊 这个 这个 蛮高风险要玩啦 因为他窗口不大了 啊 这些 这些不是在这边 啊 这些银行在这边 我们就去出他啊 这银行才全部在这边 所以银行也对他不太热管 所以他也许还能充满 玩一点点可以试试啊 多就不要了 都夫 都夫勒 都夫也是很凶下啊 RSI也突破50 都夫也许也可以老一点 也许有机会上了啊 真正的长期投资 我觉得不是逃跑 也也许是逃跑机 或者也许是你 你可以进去捞回一点点的 不要报仇啦 报仇是很危险 也就是我亏了 亏了十千 我这次这边反弹我要挖 我要赚回二十千回来 你这边这样子 掉了这样眼 你以为一个这样子小反弹 你又赚回这边的钱 可以啦 看你命水啦 他真的能反弹这样多 你就赚回 他一个不小心 在个星期有什么 大风浪大风暴一掉下来 你越踩越深 好像手套这样 就是这样 还有Bornia Bornia今天也不错 Bornia Bornia太高了啦 不要追了啦 太高了啦 已经炒 分分钟炒完了 拿了dividend 分分钟多了 多几天拿了dividend 可能还会跌了 OK啦 所以今天9288 结果是 OK今天讲到今天了 所以我们明天再谈 所以暂时 马来西亚的 年终反弹 还没有看到 这个这个这个 马股反弹 暂时还没有看到 年终的反弹 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 等多一两天看怎么样 晚点咖啡前 OK啦 不要去晒浪前 OK拜拜